人生没有舍就没有的,你是否相信,曾经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还给你? 也许你我很难相信世间的舍语德,那些看上去似乎非常的飘渺,毫无任何的意义,看不见,也摸不着,就算想去相信也没有依据。 如果舍语德是一定的,有舍必有德必然会发生,是不是会有很多人相信了? 不会为失去的东西而留心忡忡呢? 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,人在没有钱的时候,把钱舍出去,钱就得到了,这叫天道酬勤。 当有钱的时候,把钱舍出去,人就得到了,这叫青财之人。 当有人的时候,把爱舍出去,失业就得到了,这叫厚得在物,舍语德在生活中随处可见,只不过我们一直想要的得到的,不想失去任何东西,一旦失去就会倍感伤心。 我们永远都把舍当成了失去,也许能够很好地看待舍的含义真的非常难,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无法理解。 失去是一种无法言语的痛,人生失去的太多了,可是就是不能释怀,本以为会习以为常,但是最后痛苦呢还是自己。 如果细心的朋友肯定会发现,任何一个人都在失去同一种东西时间,相信没有人不承认吧,你再怎么倔强也没有用,他终究会失去,你舍语不舍,他都在失去。 可是在这个失去的长河中,你也是有主动权的,并不是失去了就悲伤了,失去时间的同时,你可以创造很多有意义的事情,不是吗? 那些都是人生的趣事,既然真的那这份舍无可奈何,那么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可以得到的一切呢? 如果你我真的能够想明白这其中趣味,那么人生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,一定会以另一种姿态出现。 有很多人可能真的不相信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还给你,他们也许只在乎丢了一百块就是丢了一百块,哪里会有什么得到? 难道还会得到一千块吗? 所以人生最痛苦的就是如此,以至于整个人生都在惶恐自己在失去任何东西。 其实,舍与德是一个概念的,舍金是德,得尽是舍。 也许你听了会感觉在胡说八道,两种概念怎么能混为一谈呢? 其实这个不难解释,想印象刚才说的时间就明白了,你舍得了时间就会得到人生的意义, 你不舍时间,只想一味得到,那么就在失去生命。 世间万物都相辅相成的,想不明白不代表没有,古时候会想到现在的一切吗? 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在失去,但是你真的把这当成一种舍了吗? 其实说真的,没有几个人能够看破,你我都是的,想明白也许很容易,但是做起来的确异常难,因为那一念之间,犹如万丈鸿沟,犹如一线之隔。 当你明白所有失去的就是舍,那么得也来了,首先得到的就是你内心的宁静。 所以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,你都要小心,一定要慎行,舍与得都是同时存在的,无论哪一种,你都要仔细思考,不要等到垂木之年再后悔,那时候就真的晚了。 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自己现状,是不是这么回事?努力工作会失去陪伴的时间,只想安逸会失去美好的生活等等。 但是无论哪一种,选择自己心安利得的,既然人生一直在不断的失去,那么,我们就坚信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还回来,不是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i-fi哦。